現在我們回到Canva這邊來 我們上禮拜利用攪拌機讓大家體驗一下Canva白板的共編 你說這個共編好不好用? 其實也蠻好用的啊 我們今天這個禮拜的主題其實就是要講互動白板 因為在多媒體裡面 老實講,你做好影片 做好不管是印刷的還是做卡片也好 它基本上都是最後呈現的結果 可是我們在設計的階段有沒有需要互相討論? 有啊 但是現在因為工具很方便 所以我們的互動白板 我就幫大家準備了好幾個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有今天會介紹的Canva白板怎麼弄 Widget 這個也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再來就是Miro Miro現在如果你用的是Google Meet 在一般的 帳號也就是不是教育板的帳號裡面 它基本上就是跟我們的Miro 這個白板互相結合 那老實講 那老實講Miro 功能比較多 可是它的缺點 第一個它沒有中文 第二個就是因為功能太多 所以呢 同學如果說你要用它 做這個 討論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適應一下 所以那時候我就找了另外一個Widget 這個 它主要功能就是白板 但是呢又有跟Miro比較接近的功能 而且它有中文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就是Canva的部分跟 Widget的部分要跟大家介紹 這樣子 這樣了解了嗎 那這段影片的話呢 是那個Papaya的 所以我想 藉由它的介紹 各位應該也會 蠻容易了解Miro它強大的功能 只是說 你要上手 需要一點點時間 而且它免費的帳號 只能有 五個白板 所以可能對大家來說比較不夠 那我們像Widget的話 免費帳號就可以有 無限的白板可以使用 所以使用量上來講 這個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是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樣知道 我們今天主要介紹的內容吧 好 好 那你大概了解了之後呢 各位 我們先來看看Canva裡面的白板 要怎麼打開囉 你到你的首頁之後 你可以去開 從這邊 從這裡 進到 你們如果有加入老師教室 你就進教室也可以 它有兩種方式可以用 一個就是 直接單獨一個白板 另外一個呢 在簡報裡面 我們也可以插入白板 所以就看你要怎麼用 如果我單純的就是做一個討論 你就直接用白板 就好 你看我們就按下白板 按下去 好 然後它有告訴你 所以我現在呢 其實有一些範本在下面 那上面這裡是最受歡迎的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 如果要討論 不用完全是空白的 我們有一些範本 它已經幫你把一些格式 一些物件準備好 你就直接丟進來就好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還是你要找下面的 有沒有 有很多 很多種不一樣的 你可以從下面這邊 直接去找 那我現在先開個空白的 好吧 先開一個空白就OK了 就建立一個 設計 白板就好 建立空白的 好 這樣就進來了 關於白板的操作 當然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參考老師這邊 老師有寫一篇文章 是來介紹 Canva的白板 最重要的就是 無限大畫布 無限大畫布 所以你可以搭配 我們 你看 我們這邊的白板 沒有寫 Ctrl加滑鼠滾輪 加號減號就是那個概念 加號放大 減號不是縮小嗎 對不對 這個是搭配滑鼠滾輪 就是你 白板的放大縮小 那 第二個 跟你Photoshop 雅翠的一樣 我要平移的時候 是可以按住空白鍵 你按住空白鍵不放就變成熟 你就可以直接動了 或者你按滑鼠滾輪 壓下去 拖曳滑鼠 也可以 所以 建立一個白板之後 你可以拖曳看看 有沒有 像我這樣就可以拖曳 對不對 我們之後交滑鼠滾輪 就可以放大縮小 很容易 但是你現在沒有東西 比較看不清楚 所以 你可以從左手邊 我們Canva的白板 你開一個空白之後 在左手邊 你會看到 它有它的bump 而且呢 你進Canva之後 它的白板 你不會看到其他的bump 就是白板專屬的bump 所以你如果有需要 你就把它點一下 它就會自動加進來 你有放東西 你在做剛剛的縮放 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平移 按住滑鼠 中間滑鼠 拖曳 這樣子就可以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我已經有東西了 別人幫我準備好了 我只要把 這些東西清掉 我就可以 開始跟同學做討論 所以如果說你們有一些 那個 譬如說設計 或者專題要做討論的時候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去做 那我們 Canva的白板 它也可以有多個頁面 所以你今天這個頁面真的不夠用的 請看下面 有沒有 跟我們一般的那個一樣 你可以增加第2頁第3頁 你可以加進來 那 當然我們本身 也可以在這邊 就是做一個 倒數計時 像這個的話 我就也還蠻常用的 對不對 本來 計時的工具很多都有 但是呢我們在討論的過程 我們稍微留意一下時間 我們在5分鐘討論一下 對不對 好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就可以很輕鬆的 大家一起進來討論 那既然要邀請大家一起進來 要從上面這裡 你看 我從這邊 如果你跟老師在同一個教室的 我就從這裡加號按下去 我只要打上一個名字 或按個小老鼠 有沒有發現小老鼠常常用 沒有 來比如說 子恩 子恩有來嗎 有嗎 沒有 好沒關係 來我們再找一個 敗家宅 一起像 這個我不知道是誰 有沒有 就按一個小 小老鼠 如云 如云好像有來吧 好像在線上字嗎 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可以用這樣子邀請 看你有幾個同學就從這邊 邀請他們進來 就OK啦 也就是像這樣子 好 預言我知道有了 在這裡 然後我就按傳送 那 他們就會收到通知 就可以一起進來裡面 當然如果你 覺得這樣一個一個找太麻煩 你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按分享這裡 我們CAMBA所有的都一樣 不只是白板 你其他的也一樣 如果你覺得我想要知道這個連結的都可以用 沒有我們教室也可以 那你就這樣 他們可以編輯 這樣子就跟我們上次一樣 老師的白板打開之後 你看如云已經進來了 我就可以看到他在哪邊 這樣有沒有了解 對 就是 你們要討論的時候 現在有沒有 坐在隔壁 不是重點的 對不對 因為工具都很方便 你坐在天涯海角 我還是看到你的手在那裡動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白板工具 我們 要做溝通 就變得比較簡單 這樣 會不會用呢 所以不會太難 真的 你看增加多個頁面 你也可以看到每個使用者的優標 還有他點到哪一個物件 你們都看得到 上禮拜你們就有感覺了嘛 對吧 那 這裡面呢 你原本 在CAMBA裡面能加入的東西 當然在這裡都可以啊 你不要忘記了這裡有元素啊 對不對 你如果要跟同學 我們參考哪一個YouTube影片 你就把YouTube網址把它加進來 是不是都可以 要拿個眼睛 我現在看著你 隨便你啊 都OK啊 因為你的素材很多 你不用擔心 我找不到素材可以用 對不對 有那麼多 資料你可以拿用 包括表格 通通都OK 那如果你需要 比較像新制度的概念 也就是說平常如果大家 你比較習慣用新制度的那種方式去發想的 CAMBA也是可以 他就是 利用所謂的形狀 用所謂的形狀來做 在這裡 看一下喔 你看這邊 我找這個 便利貼也有這樣的功能 那形狀也有 你看我把它加進來 好你看喔 預設的形狀 它在四個角落 就有這樣子 有沒有 就有這個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 按加號 它就會產生第2個 再產生第3個 你也可以從這裡再延伸出去 這樣是不是都一樣 也就是說呢 這個形狀它預設有幫我們啟用的這個功能 叫做快速便利貼 所以它的 角落呢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這樣 那我可以拉開 可以拉開 你就可以做說明 或者我們像新制度一樣 我從這裡 先有一個發想 有一個主題 那我可能有不同的面向 不同面向 我們可以在裡面 直接再增加內容 這樣也可以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連結的 你看我剛剛有放個眼睛 我可不可以這個 這裡 注意一下 可不可以把這兩個連起來 當然可以 用它的線就好 這裡有線 所以如果你不是 我們剛剛講的 這一種類型的 就是這個叫快速便利貼 那沒關係 我這個 黏過去 有沒有 這裡 黏過來 你看 這樣子 以後我們兩個 你看我動的時候 這裡我沒有黏到 你看我拉過來的時候 注意一下 每一個物件拉過來之後 會有幾個點 1 2 3 4 還有中間一個點 有沒有 這樣黏在一起 所以以後當我移動的時候 你們就連在一起 我動它 這一條 這一條 你們都連在一起 你也可以連到影片 也可以連到圖片 通通都OK 這一條 也可以調整它的顏色 調整它的粗細 箭頭 一樣可以用 這樣 有了解吧 所以你們如果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 大家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怎麼樣 去把 不同部份的筑記起來 那 一般來講 這樣用完了 你可以在另外別的區塊 再怎麼樣 再去討論 對不對 這個 一組 我在另外的地方 我再 繼續討論下去 就OK了 反正你的空間是 無限大 那你是無限大的空間 你要 放什麼內容 就比較沒關係 那Canva當然 它有一個上限 就是它白板 它是有一個上限的 它最多 一個頁面 一個頁面就是 1000個物件 老實講 1000個物件 說多不多 說少也不少 因為你 真的要在這個頁面 討論到那麼多東西 還真的要努力一下 對不對 真的不夠了 你就在下面這裡 增加另外一個頁面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所以其實 它的白板是還蠻好用的 像我這裡就補充一下 即使你不是形狀 一樣可以像這樣 這樣大概有了解囉 那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 你是 純白板的 我就是像這樣子 就拿來做討論就好 直接討論 那麼如果你今天 我是一般簡報裡面 可不可以 我們邊討論邊把簡報就做完了 可以嗎 可以呀 為什麼不行呢 所以你看 我們這邊增加一個簡報 好 我們來做一個 假設這個 可愛一點的 可愛一點的 好 這樣有一個了 對不對 好 那 我想要在這邊呢 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所以我就來這裡 這是第二頁囉 那我就把這一頁 我們一起來討論 前面這個要怎麼做 你看 有沒有要擴大顯示於白板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把這個簡報的頁面 直接變白板 那我就滾輪往後退 有沒有 因為平常我們如果是一個白板 你東西放到外面的話 你來感受一下 好比如說這個 你看我拿到哪裡 我拿到外面 有沒有發現會被遮住 有沒有發現 因為你超過我們的簡報的範圍 可是今天如果你是在白板的 那就沒有這個 關係因為 白板是無限大的空間 而且你可以看到當你 這個面討論的話 有沒有發現白板 不一樣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 你跟同學可以共同編輯 這個 投影片 這個簡報 那麼你們就可以在這邊一起討論 因為有時候用講的 像各位都是四傳系的 對不對 用這個的 用講的不算 你有些時候你需要比較一些 就是比較明確的 一些圖像 那我就把它貼到這邊 大家做討論 討論完了我們再來怎麼樣 來做這個版面直接就拿過來貼了 是不是可以 可以 可以吧 所以 你會發現 我們上課一直在強調 現在 包括 溝通的工具 設計的工具 一直在改變 你如果 還是很堅持 很多東西都不想用 我只能給你講 你還是會活著 但是呢 你 就是比較沒有變化性 所以各位 你們這個年代 真的要多 走走多看看 有很多工具 讓各位在做溝通 在做設計 就變得更容易 這樣會不會用呢 會了 那你自己要起個白板 自己決定 這樣了解嗎 就是點這裡 如果你是在 做不管是海報設計也好 或簡報設計 就是來這邊 把它增加一個頁面之後 直接變白板 但是我們目前 目前 白板可以搭配的 就是跟簡報 這兩個 你如果是做影片 就沒有白板 這樣了解 OK 這個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吧 你們自己試看看 左右鄰居 你就自己看一個 邀請隔壁同學進來 好不好 你就從這邊 怎麼叫他們進來 小老鼠 你也可以直接打名字 如果你知道 什麼名字 你就直接打 比如說 我打個徐 有沒有就跑不來了 所以 知道隔壁同學叫什麼名字 直接打就好 就不用小老鼠 這樣了解 來 給各位玩玩看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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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